美国网购科技巨头亚马逊创办人维索斯Jazz Bevels 日前于洛杉矶举行的太空发展大会表示 他有计划将月球发展成重工业中心 以节约地球资源 他在会中表示 人类将于100年后离开地球 在其他星球建立基地 然而他也承认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 并不是荣地的事 且需要中地球输送大量维持生命 所需的资源 费佐斯也提出 他创立的公司Blue Origin 和与美国太空总署等官方机构合作 开发用于往返月球 能在人集资获得太空船 以确保将来建立工人居住及生产的月球基地 然而Blue Origin 推出的火箭 目前仍只能用于测轨的飞行 距离成为往返地球及月球的定期航班 仍有一大段距离 虽然他们即将推出的Mugland 火箭计划于2020年才是非 但贝佐斯已从中看到月球发展的愿景 他希望各国能结合各自优势 在月球顺利一起工作发展 为守护把科技注入去为生活的宗旨 我们一直以来的取材都不局限于3D领域上 不断加入港人生活化的元素 例如以往我们的真正趣味香港科技新闻 除了传统的3C产品新闻外 我们也会报道甚至亲自采访一些趣味的香港科技新闻 例如IFC的iPhone铁龙事件 到最近的全空停收音机事件 我们都是最早报道的一群 每每成了香港搜索眼睛中的最热门关键字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